Google文件的云输入 那登入一个账号的时候 点着九宫格 可以看到Google所服务 那我们展开来吧 更多文件在这里 这就是Google文件 我看Google文件有点比较不习惯是吗 它的增加在右下角 点起来 我们先把一个流程先讲完 好 Google文件打完以后 其实它没有存档的按钮 有没有看到储存中 我再打个123 123有没有看到储存中 它立即在做存档 那你打完这个时候 打案名称呢 看一下 打完第一个时候 在左边这样 左上角点一下 就把这打案名抓过来 这个在做什么 语音输入很方便 在工具的地方 这边有语音输入 我喜欢它的语音输入 它Google要使用什么 你的麦克风 你要给它用啊 我现在有机会 各位老师大家好 我现在要示范的是 Google的语音输入 多号 他不认识多号 现在的语音输入非常成熟了 其实跟手机使用是相同的系统 所以你在手机输入 在电脑输入都一样 好来 书的时候当然可以选 老师我会英文 你讲英文啊 英文啊 英文啊 United States 等一下 Hello everyone We will show you the recording 好了 我就不要自己丢脸 我讲英文 都这样而已 来 那想跟你讲一下 这个答案在这里哦 我想告诉你 你的手机跟电脑 其实同步的 OK吗 手机电脑同步的 来来来来 我在我的手机的 同一个账号 所以呢 在我这边 我手机的Google文件 看起来看一下 来 我没有使用过 这台没使用过 所以略过吧 有看到吗 他告诉你什么好处 可以协作哦 大家可以共编哦 等一下我们要试一下共编 自动储存在网络上 从头都没有按钮 我都没有按储存 自动储存下来 哦 也可以编辑Word 来 那今天的 OK了 知道了 你看 有没有看到这档案 这档案是我刚在电脑做的 有看到吗 只要同一个账号在做呢 那有时候 如果你下次出门 在外面的时候呢 输入其实我觉得 你可以把它打在这个文件里面 那现在我用手机来做示范 我拿起我的手机的时候呢 譬如说出门在外面 点个加 来 云输入 云输入 这只手机我太久没用了 嗨 大家好 我现在使用手机在输入文字 并记录在Google的文件中 来 我刚没有给它名称哦 现在我接在这里哦 换开这个 那会lag哦 我现在等一下再来云输入的时候 怎样 你看一下 我现在继续编 编辑 点这里 按Enter下来 好 原来云输入 你看到吗 我现在手机输入呢 我电脑记得呢 然后看一下它输入吗 现在在手机上语音输入 那电脑版的Google文件 它会立即做更新 不过有点时差 因为我在手机输入的时候 是上传到Google云端 再下载到电脑版 它语音输入非常方便 这个 那输入呢 老师我用语音打 打完以后呢 你可以把它选起来 老师我给Word呢 OK啊 编文件还是建议各位在Word打 因为Word功能比较强 只不过打字的时候呢 也许你就在那边弄 都一样 所以你可以在Word把它编得很漂亮 打字的地方就开起来吧 所以Google文件 你把它当成语音输入器就好了 简单的说就这样 OK吗 那Google文件还可以从哪里开 Google文件呢 其实老师很难找呢 其实它是躲在哪里 这里就有了 云端硬碟 新增 这个就是Google文件 这个就是Google文件 听懂吗 那点起来这边就可以 那我刚不是打了吗 我刚不做两个答案 我们刚是从哪里进去了 还有印象吗 我是从这里的更多 这里进来 其实刚刚的答案名称就在这里呢 语音输入示范 这是我刚刚那边做的 哦 其实做完了档案 后来都被储存到Google的云端硬碟 来 各位大家可以试一下 你点云端硬碟 再点新增 文件 老师我们前面有几个麦克风 你可以试 有麦克风 点哪里 工具 语音输入 OK吗 那第一次点的时候呢 压下去才可以说话哦 第一次要跟你要不要允许 你可以试试看 我们前面有麦克风可以接 这边有麦克风可以接